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王同 一会儿我就要向大家分享一支口红是如何拍摄的 一支广告级的口红是如何拍摄的 好 下面我们开始展示如何拍摄一支广告级的口红 拍摄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logo在上面 就一定要体现它的产品和品牌 这是压缩空气 要吹一下 口红这个logo如果太正的话 你爆发稍微侧一点会更漂亮 看着立体感会更强 一般拍摄微距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镜头虽然它是自动对照的镜头 但我们会把它调成手动 好 显示是11 我们说光圈现在5秒11 大家看啊 这个就是还没有调整光线时候的效果 大家看一下 左半边呢我觉得效果不是很理想 这个地方太黑了也不好 这个地方还需要再提亮一些 所以下面我会调整灯光 让它看起来更棒 大家看啊 街市秘密的时刻开车 其实特别简单 这么几步 靠近 大家看这个渐变就很舒服了是不是 但是呢我觉得这两个边还不太对称 所以呢我还要再调整一下 拍王娘想把它拍的高级一定是用这种渐变光线 这种渐变光线呢 就是为什么我们在 如果像前面还加一些硫酸纸 如果直接不加硫酸纸的话 它这个感觉就是 就是像切豆腐一样特别的锐利 这样看起来呢 缺少渐变不高级 只有这种渐变 它首先才能产生立体感 所以呢这个 同时你要颜色也要把握得比较准确 这点也很重要 通过这个渐变反差 渐变反差 让整体看起来它是一个立体的 它是个凸起的一个感觉 现在我要调整一下 圣龙兰这里的光线 我觉得这一次在左边是OK的 右边呢 右边有点太靠近这个圣龙兰这个logo了 所以我希望 我需要把这灯光再往旁边挪一点 这样的话 大家对比这两张啊 这张 这张是刚才又拍了一张 这样整弯这个logo就 就更凸显出来了 下面呢 我需要测一下色温了 我觉得光线现在布的已经差不多了 下面呢 我通过测色温 然后确定一下它真正的光线的色温是多少 然后马上就要拍哪张成片了 现在呢颜色就准确了 现在呢颜色就颜色就准确了 大家看这两张颜色是有变化的 是吧 这张你看 这张颜色是正常的 我们是通过一个 这张颜色 我把它拿了 这是一个 叫色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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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小 小 就是这样 这个叫色温卡 啊 当 在户外的时候 比如你想要阴天的效果 想要黄昏的效果 你在上面都可以选择 只要用这种 调白平衡的方式只要一吸 它立刻就会变成了你想要的色温 一般的话呢 我们会用 会用灰卡 灰卡是标准的 调白平衡的灰色 叫18%灰 拍了 我再拍一张成片 基本就可以结束了 大家看啊 5DSR的优势 非常明显的 就刚才 材质在画面中非常小 但是现在呢 放大以后 它还会非常大 OK大家看啊 这种渐变 渐变 Logo 然后同时呢 镜面体的反光 看着都非常舒服 非常高级 后期里会有些小瑕丝 比如这里的一些反光 然后这这儿的一些这个 一些一些 这个这个反叉 这个留给后期师 来进行微微调整 这样一个广告节目 就拍摄完成了 有些可以 和你全部选择 对 有些什么 不错 起来 说 有些不错